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758集 天真也有天真的好处 徐清安侧头 看见一双闪闪发亮的桃花眸子 妩媚漂亮 让人着迷的眸子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更是五官里最重要的部位 能让人见之望俗的女子 通常都拥有一双灵气四溢的眼睛 徐清安有一双漂亮的桃花眼 但她凝视着你时 眸子会迷迷蒙蒙 于是分外的妩媚多情 但是呢这样一双眸子看着你时 你就会不忍心捉弄她 会愿意把自己的心抛出来送给她 原本打算捉弄她的徐清安改变了主意 她低声轻笑 不 兵书是我写的 与卫公无关 表表惊喜的笑起来 她收获了满意的答案 无比的满意 那你为何要骗怀青啊 林安轻快地蹦跳了一下 红裙如火浪翻滚 因为怀青殿下过于自信 她认定的东西很难推翻和改变 而之前我又没有展现出在兵法方面的学问 她认为兵书出自卫公之手 其实是合理的 徐清安这样解释道 林安那得意的哼哼 其实她还是不信你 我就很信你啊 你说什么我都信 天真也有天真的好处啊 徐清安心里这样想到 如果遇到她这样的好男人 那天真的姑娘是幸福的 但如果遇到渣男 天真的姑娘的心就会被渣男玩弄 徐清安就从不玩弄姑娘的心 她更喜欢姑娘的身子 离开皇城前 徐清安回眸 看了眼更深处的皇宫 如果外界真的有一条密道通往皇宫 那会是在哪里呢 恒远大师又是发现了什么秘密 逼远景地大动干戈的派人捉拿 国子剑外的台子上 一位如抛靴子站在台上 会声会色 唾沫横飞地传扬着 文会议上的剑文 那叫陪满西楼的蛮子 学问尾时了得 与汉林院亲贵们 说天文谈地理 经义策论不若下风 汉林院亲贵们束手无策之际 白鹿书院的大儒张慎 张锦言来了 台下一群百姓津津有味地听着 此时终于松了口气 纷纷地笑道 白鹿书院的大儒来了 那几本十拿九稳 蛮子嚣张不起来了吧 是啊 谁不知道白鹿书院的大儒学问高 跟观心楼一样高 台上的儒袍学子摇头无奈 不 白鹿书院的张慎大儒也输了 谁能想到那蛮子取出了一本兵书 张慎大儒见了之后 甘拜下风 台下的百姓惊怒不已 哗然如废 啊 连白鹿书院的大儒都输了 真的输给蛮子了吗 可不 大凤读书人全是废物不成 气死我了 比去年的佛门使团还要气人 顺井百姓骂得毫无顾忌 台上的学子压了压手 各位稍安勿躁 如果文会输了 我又怎么会站在这里呢 文言 聚在周围的百姓非但没有安静 反而叫嚣得愈发厉害 快说快说呀 别卖关子 白鹿书院的大儒都输了 那到底是谁赢了蛮子 郭子健学子笑道 别急别急 听我继续说下去 这时候 汉灵院一位年轻的大人站了出来 说要与裴满西楼论兵法 这位年轻的大人叫许新年 是许阴罗的堂弟 他晦生晦色地描述着许新年 如何取出兵书 如何折服裴满西楼 周围的百姓听完 振奋叫好 直夸虎兄吴全帝 许家兄弟俩都是人杰 郭子健学子故意停顿 恶趣味地看着百姓夸赞许新年 等到差不多了 他话锋一转 大声说道 你们知道 兵书是何人所著 百姓们停了下来 茫然地看着他 郭子健学子大声说道 是许阴罗 我们大奉的诗魁 许阴罗 一张张脸不满 错愕 旋即 转化为激动和狂喜 得益于国子健学子们 对许清安的大肆赞扬宣传 许清安一部兵书 折服蛮子的消息 迅速地席卷京城 顺井百姓们对 培满西楼的学问并不关心 只知道这个蛮子近日来极为嚣张 连郭子健都输了 他们原本期待着 白鹿书院的大儒出面 错一错蛮子的嚣张气焰 结果传来的消息是 白鹿书院的大儒也输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又惊又怒 俄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但在下一秒 几乎一致地转怒 为喜 许英罗让堂弟代为出招 取出一本兵书 瞬间折服蛮子 许英罗的传奇经历 又增添了一笔 叔叔先生拍案叫绝 他们终于有了新题材 虽然百姓们对佛门斗法 独党八千叛军等等等等 事迹紧接有味 但终归是反复听了无数次 现在呢 终于可以说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了 许千和林安没有离开多久呢 怀庆也跟着出了皇城 乘坐极尽说华 造价昂贵的马车 抵达了打耕人的衙门 通传之后 摇曳着裙摆 一太华贵的怀庆 在号气楼七层 见到魏渊 魏渊站在勘于图前 宁某审视 没有回头笑道 殿下怎么有闲情 来我这里 怀庆行了一礼 他在魏渊面前始终以晚辈自居 不拿公主架子 他嗓音清冷 本宫是来求书的 魏渊返回岸边提笔说道 我给公主一份手书 你需要什么书 去暗读库取便是 怀庆摇了摇头 毛子亮晶晶的带着袭击 本宫想看那本兵书 魏公 你精通兵法 却从未有著书流传 实在是个遗憾 如今您的兵书问世 是大方之信 魏渊缓缓摇头温和道 那本兵书 不是我住的 不是 怀庆脸色疏然凝固 眼睛略有呆滞地看着魏渊 几秒后 他瞳孔恢复焦距 内心情绪如海潮般反映 兵书真的出自许清安之手 他如此精通兵法 为何之前从未主动提及 隐藏得如此深 他震惊之余 又有些忧怨 许清安故意不解释 诚心让他在魏渊面前出球 嗯 坦白来说 我有点想带他上战场了 如此奇才 磨练几年 大风又出一位帅才 怀庆疏敛情绪 偷偷带去便是 魏渊垂谋 轻声说道 不带了 大家好 给大家送一波红包 跟年会员的福利啊 这个很多朋友们 非常期待的 陈东老师的神木 在喜马拉雅上架了 这上架期间呢 连续好几个月的时间 举行咱们这个 送红包 送年会员的活动啊 具体详情 在这个神木 大家搜神木 看那个专辑简介 有两个活动 一个是评论 哎 抢红包 精彩评论抢红包 还有一个就是 加微信 参与抽奖活动 会有这个年会员 季度会员 月会员 和百元红包的福利 送给大家 具体详情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神木 看专辑简介详情 参与活动 抢红包咯 谢谢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